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个主日是假年四旬期第五主日 下一个主日就是基督苦难主日 也就是圣之主日了 换句话说四旬期已接近尾声了 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们 你们是否已经善加利用 这段充满天恩的宝贵时光 充分地随着四旬期 每个主日福音和读经的反省 而再次的经验到目到 将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圣喜圣事上 并借此而准备好我们的心灵 为能够同耶稣一起出使入圣 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所颁布的礼仪宪章当中 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在礼仪中 也在礼仪教导中 应该明白显示四旬期的双重特性 第一个特性 就是特别借着纪念信友们 所以已经领受的洗礼 同时也借着预备后席者 即将要接受的洗礼 换句话说 就是透过圣喜圣事来准备 庆祝育预而傲己 第二个特性就是借着苦行 借着聆听天主圣言 借着专务祈祷 借着行爱德 来准备庆祝预而傲己 是的 各位弟兄姐妹们 不论是为那些正处在成人基督徒 入门圣事 临洗前最后这一个被称为 明报时期的后席者们 他们将在复活首页礼中 借着领受圣喜 监政和出领圣体三件圣事 或者是那些已经领了洗的信友们 也将在这同一个夜里 借着重发圣喜事愿 而抵达整个四群旗 犹如旷野中准备的那个终点 并攀登至与耶稣 一起出使入生的那个顶峰 因此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路从四群旗 第一主日的旷野出发 一起经验了耶稣 如何克服魔鬼的试探 接着到了第二主日 我们与耶稣同攀大波尔山 与三位门徒一起经验了耶稣显圣荣 然后到了第三主日 我们与耶稣一起坐在雅各伯井旁 聆听耶稣 向撒玛利亚人 也向我们 许下那流到永恒生命的活水 而上个主日 四群旗的第四个主日 我们与胎生虾子一起 经验到耶稣 如何开启我们的眼盲与心盲 让我们得以看见属神的真理 如此看啊弟兄姐妹们 一步一步的透过福音 透过读经 而向我们显示出一条 从受苦和死亡当中 去寻索新生命的道路 这也是一条通往永恒生命的途径 这个途径 向我们已经开展开来了 所以借着以上每个主日的福音跟读经 教会向我们宣告 耶稣就是我们的力量 就是我们的生命 就是我们的活水 就是世界的光 而当我们领受圣喜圣事时 我们就是让耶稣的大能 生命活水和光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现 今天是四旬期第五主日 福音和读经 所共同呈现的主题 为圣喜圣事提供了非常美丽的讯息 福音的内容 记载了拉扎路的死而复活 这是一幕 如同耶稣自己 在这个事件当中 他自己所形容的 就是要彰显天主的光荣 而天主自 也要因此而受到光荣 弟兄姐妹们 这个在若望福音第十一章中 所记载的奇迹 是若望福音 从第一到第十一章中 七个有关耶稣 所显得奇迹的最高峰 而在整个若望福音的 二十一个章节力 我们可以用第十一章来做分界点 把整部福音 划分成上跟下两个部分 上下两部分的终局 就是两幕复活的场景 第十一章 拉扎路的死而复活 是第二十章 耶稣复活的前奏 而耶稣的复活 又是我们每个基督徒 复活的预言 而在这个我们大家都耳熟 能详的复活故事里 有几个突出的情节 特别触动我们的心肠 一个是耶稣和马尔大的对话 另一个突出的情节 是耶稣在拉扎路的覆墓前 他心神感伤 而这个故事最高峰 也是最最突出的情节 当然就是拉扎路的复活 耶稣在拉扎路墓前的心神感伤 让我们看到耶稣人性中 令人心动的一面 在这感人的场景中 我们看到耶稣 他如何地爱马尔大和玛利亚 以及他如何地在他们面前 流露出与哀者同哀的真性情 所以福音这样描述说 耶稣看见马尼亚哭泣 还有同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 不离心神感伤 而在拉扎路的覆墓前 福音更记载 耶稣甚至不禁流下泪来 是的 弟兄姐妹们 耶稣他为挚有拉扎路的过世而哀痛 耶稣省望即将被毁灭的耶路撒冷时 他也为圣城而哀痛 耶稣纵为那些引起人心痛苦的悲剧而哀痛 耶稣与哀伤的人一同哀伤 与哭泣的人一同流泪 然而这撼动人心的一幕 并不是这篇福音被选为本主日弥撒读经的主要原因 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原因 是这篇福音所要向我们通传的复活的讯息 以及它所印含的圣喜圣事的意义 在这个故事里的第一个突出的情节里 我们就看到了这圣喜圣事最关键的要素 也就是信德 当耶稣看到马尔大的深沉悲伤的时候 他用这样的话来安慰他 你的兄弟必要复活 而当看到马尔大把这复活联系到末日的复活时 耶稣这样教导他说 我就是复活 就是生命 信从我的即使死了 仍然要活着 凡是活着而信从我的人 一定永远不死 是的 弟兄姐妹们 耶稣就是复活和生命 他是新的生命 他是神圣的生命 他是可以通传的生命 凡信他的人 都要因着信德而获得 这个即使死死后 能要继续 并在与天主的共荣中 永远生活的新生命 接着 耶稣进了很重要的一步 问马尔大说 你信这话吗 马尔大的回应 正是一项非常美丽的信德宣示 这信德的宣示 和伯多禄所做的信德的宣示 非常相似 我们从福音的记载来看 马尔大和伯多禄 他们两个人的性格 也极为相似 他们都是热忱 慷慨 顺从天主意愿的人 伯多禄曾向耶稣说 你是墨西亚 永生天主之志 而马尔大则是这样回答说 主啊 是的 我相信 你就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 墨西亚天主志 马尔大信德太完备了 完备的令人屏息 完备的令人赞叹啊 是的 对耶稣的信德 可以带来生命 这是新的生命 也是永恒的生命 而这正是 我们在圣洗礼中 也就是信德的圣事中 所领受的生命 当我们从圣洗池的水中 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如同那已经死了 被埋葬了四天的拉杂路 一听到耶稣的大声呼唤 就从坟墓里出来一样 手足缠着布条 脸上包着练布 教父圣奥斯丁 在这段叙述中 洞察到那因犯罪而堕落的人类 一如拉杂路在坟墓里 在坟墓里埋葬了四天 身上还缠着过失 练布一样 人类也被四种罪 像布条般的紧紧缠绕 那四种罪就是 第一亚当传给我们的原罪 第二我们个人自己所犯的相反自然法律的罪 第三相反梅色法律的罪 第四相反基督法律的罪 这种处在四种罪的 尼罗中的人类的惨况 就如今天的读经义中 而泽尔克尔先知 在神世中所看到的一样 他看到满山谷 尽是枯谷的那个景象 枯谷 是当时正处在颠沛流离的以色列子民的影像 他们对父亲自己的国家已经绝望 但是天主许诺要为他们行动 所以在尼罗特尔先知书里这样说 天主上主这样说 我的子民我要亲自打开你们的坟墓 我要从坟墓中把你们带出来 领你们回到以色列本土 我要把我的神注入你们的身内 使你们生活安居在你们自己的土地上 这许诺许给以色列子民生命的返回 就像拉扎路一样 而这一切要在天主圣神的作用下 才成为可能 是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罪人的命运原来是死亡啊 是死路一条啊 但是那由死者中复活的耶稣 却是派遣圣神赐予我们新的生命 使人类透过圣喜圣事 而脱离那四种罪过的束缚 由败部中复活 这就如同今天读经二 罗马人书中保禄他所断言的 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肉心 而是属于圣神 天主的圣神要使我们复活 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是的 没有错 我们曾经是那枯骨死了 身埋在覆墓中了 臭了 但是 借着圣神的德能 我们又活于天主了 我们曾经是黑暗的 但是在基督内 我们成为光明了 复活拉扎路的故事 各位弟兄姐妹们 是新约里最复杂的故事之一 他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 这层意义就是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威胁耶稣的死亡 和召唤拉扎路的生命 两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当耶稣向他的门徒说 拉扎路死了 我倒很庆幸 我不在那里 怎样 可以使你们更相信我 现在我们到他那里去吧 这时候多默就向其他的门徒说 我们也去跟老师一起死吧 好 到拉扎路那里去 到底什么意思 到拉扎路那里去的意思 就是去犹大 而这里正是耶稣的敌人 正筹谋要杀死他的地方 但是这里同时也是 耶稣要复活拉扎路 使他进入生命的地方 因此拉扎路的复活事件 变成了死亡和生命 彼此相遇 彼此交锋的事件 使得在圣喜圣事当中 这一死亡和生命 彼此相遇 交锋的事件 总会在圣喜池中再次发生 然而 我们可以确信的事实 我们的生命 会像拉扎路的生命一样 因此那已经征服了罪恶 和死亡的胜利者的强大干预 而被提升到新的生命当中 的确 圣喜圣事正是通往天主 为我们所预备的新生命的宝贵通道 弟兄姐妹们 在今天的福音里 耶稣所面临的反对 越来越强烈了 他所面对的挑战 也越来越严峻了 这些强烈反对 和严峻挑战 也让耶稣的时刻 逼到我们的眼前了 让我们意识到 越奥基 也就是基督的死亡和复活 就快要来到了 所以 弟兄姐妹们啊 你的生命 是否已经准备好 为复活节的来临 做最后的冲斥 冲出暗黑的坟墓 在天主的恩宠中 放手一搏啊 阿们